同学们好,我们本章学习日本文学名著《雪国》。 这一节课,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部小说的作者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从参加葬礼的名人到诺奖作家。 提起川端康成,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日本著名小说家,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关于川端康成,人们经常提及的是孤儿性情, 新感觉派,诺奖获得者,煤气自杀等等。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关键词着手来了解它。 一,孤儿性情的形成,参加葬礼的名人。 首先,我们来看看作家的孤儿性情是怎样形成的, 参加葬礼的名人又是怎么回事? 1899年6月14日,川端康成出生于日本大阪。 父亲是一位医生,他不到两岁时,父亲去世, 第二年,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此后,他由祖父母抚养, 姐姐被送到亲戚家寄养。 他七岁时,祖母故去, 十岁时,唯一的姐姐也患病妖王。 年少的川端一边上学, 一边照顾失明耳背, 卧床不起的祖父。 然而,他在读初中三年级时, 相依为命的祖父也离他而去。 就这样, 川端康成小小年纪便经历了 与亲人的一次次生离死别。 因为频频参加葬礼, 他被表兄弟戏称为参加葬礼的名人。 父母双亡, 姐姐和祖父母又相继并故, 少年川端成了心灵上无依无靠的天涯孤客。 这些经历使川端康成深感生命无常, 养成了他苦闷忧郁, 孤独感伤的孤儿性情。 只有通过写作才能排遣心中深深的孤寂。 二、从文学少年到新感觉派代表。 川端康成幼年的经历不禁让我们感叹, 世上怎会有如此不幸之人? 大概是天将将大任于私人吧。 此后, 川端康成便开启了他璀璨的文学人生。 川端康成中学时就立志成为文学家, 并开始了文学写作的尝试。 中学三年级时, 他大概是预见到祖父的时日不多, 便在病榻旁写下了16岁的日记, 记录了他照顾祖父的经历。 他的日记文笔冷峻, 描写细腻, 显示出他的文学创作才华。 1917年, 川端康成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 这可是当时帝国大学的预科, 相当于今天全国数一数二的重点高中。 第二年秋天, 川端康成到伊豆半岛旅行, 遇到了一些流浪艺人, 与其中一位正值豆蔻之年的姑娘之间, 产生了纯洁而真挚的感情。 后来他以此经历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 伊豆的舞女。 读高中期间, 川端还在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了习作《千代》, 描写了我与三位名叫千代的女子的恋爱故事。 大家听听, 这内容是不是够浪漫的? 1920年, 川端康成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 也就是东京大学的前身。 他先是在英文系学习, 第二年转入国文系。 大学期间, 他发表小说, 并开始撰写文学评论。 大文豪的感情经历似乎总是充满波折, 川端康成也不例外。 1921年, 22岁的川端康成 与15岁的咖啡店女招待伊藤初代恋爱了。 从小孤苦的川端, 对这段感情很投入。 两人的感情发展也很快, 不久便订了婚, 还拍了一张订婚照。 但订婚不久, 初代就写信单方面取消了婚约, 没有告知缘由, 两人分手的原因也成了不解之谜。 初恋的失败令川端康成痛苦不已。 他说, 这件事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影响了我好几年, 可见他受伤之深。 孤儿意识带来的忧郁, 加之失恋后的痛苦, 使川端康成创作了与此有关的一些著名作品。 感伤与悲哀, 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绪, 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 成为他作品的主要基调。 1924年大学毕业后, 川端康成与恒光丽一等人, 组织当时的文学新人, 创办了杂志《文艺时代》, 成为风靡文坛的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1926年, 川端康成在《文艺时代》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 《伊豆的舞女》先后六次被搬上荧幕, 其中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是1974年版, 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 男女主角青春俊美的形象, 青春真挚的感情, 无不令观众为之动容。 山口百惠是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女神。 在戏里, 她所扮演的青春舞女阿勋, 因为身份地位悬殊, 最后无奈地与男主角天各一方。 但在戏外, 这两位演员却成就了金童玉女喜结良缘的完美童话。 《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的早期代表作, 也是其成名作。 她的发表标志着作者逐渐摆脱了早期作品中郁闷、 伤感的情绪和孤儿自闭倾向。 而《雪国》则是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部重要作品。 《雪国》讲述了一位东京的顽固子弟岛村, 三次到雪国的温泉旅馆, 得以结识居子和叶子两位女性, 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系列情感纠葛的故事。 川端康成的早期作品, 多以舞女、艺剂、女招待等下层女性的哀伤、 忧郁和主人公孤僻自卑的生活为题材。 《雪国》被认为是川端康成中年时期的代表作。 1937年刊行后, 曾获得文艺肯谈会奖。 川端康成早年在新感觉派时期主要创作短篇小说, 他一生共有130多部短篇小说。 川端康成虽是新感觉派代表作家, 但他的文学成就并不在新感觉派时期。 他从小酷爱读书, 从《原始物语》、《真草子》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 汲取了大量的文学养分。 这对其文学特点的形成影响极大。 他注重将西方的心理描写, 与日本文学的抒情传统紧密而有机结合。 在小说创作中, 开辟出一块极富日本民族审美情趣的天地。 3.诺奖作家 战争期间,川端康成没有逢迎军国主义者, 而是保持沉默, 冷眼观察战时的日本。 雪国写作于1935至1937年, 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扩张的时期, 而作品中却几乎看不到战争的踪影。 这也是他不随波逐流, 一直坚持自己创作原则的体现。 日本战败后, 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 很快, 欧美文化风靡日本, 日本传统文化遭到否定, 川端对这种倾向感到悲哀。 日本战败前后, 川端康成的几位作家好友相继去世, 这使他儿时就萌生的虚无感, 人生无常感更加强烈, 对东方文化, 日本的传统文化更加钟情。 他曾在《追悼作家导墓建作》一文中写道, 我似乎也已经死去了, 除了描写日本的美之外, 我写不出任何东西。 战后是川端康成创作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他发表了很多筷制人口的作品, 还先后担任过日本笔会会长, 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曾获得了西德政府颁发的戈德金牌, 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化艺术勋章, 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等。 1968年, 川端康成因为雪国、 千之鹤、 古都三部小说, 获诺贝尔文学奖。 四,煤气自杀。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 令人羡慕的作家, 却在取得人生的辉煌之后, 选择了自杀。 1972年4月16日, 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口寒煤气管的自杀方式, 离开了人世, 为留下知字遗书, 享年72岁。 他早在1962年就说过, 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 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作家的生命定格在了那无言的一刻, 但他的思想, 他的灵魂, 将伴随着他的一百多篇作品, 继续感染着世界上无数的读者。 我们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